在教學生的時候 有的人他可能是 這一套他已經練了 換到另外一套的時候 又有同樣的招式 或是稍微改變 左手換右手 他們可能就練不出來 因為他們沒有把他們的 前面那一套 把他練的時候 練到下一套的時候 他有辦法去做出練 比如說我們在紅泉裡面 顧心犬裡面 有一套 他有一個動作 東部分類手 他的動作是 這樣子的動作 在我們的身心犬裡面 他有一個動作 其實跟這個動作有點像 雖然他看起來 是完全不同的招式 一個是扶行 右手前 左手搭 右手再打 一個是舌行 左手搭 右手再輸 可是 你會發現 其實他的一個基本原理 都是一樣的 扶掉 重心不能往下掉 你的力量應該是 借了你的身體的力量 帶動 所以我的部門就可以切 帶動 你才不會往下掉 所以他的基本要求 兩招其實是一樣 只是 一個是五行 一個是右邊 一個是蛇行 左邊 可是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的學生 其實他很難把正常的動作 把它看作是 操作的招式 所以 可能他在練五行的時候 這一招才已經練會了 練到蛇行的時候 他這一招就做不出來 其實這 我們在 講說我們在練習套路的時候 有很多人 都是屬於 像這種情況 第一個 他可能 這套學了 他以為他已經學會了 可是他沒有再把它鑽研進去 每一個動作 他的基本要求 我的手眼伸滑布 是不是有達到 那種動作要求 我的精神氣力功 是不是可以配合到 我的招式 來使用出來 這樣的話 他有辦法 在晚練到下一招的時候 看到 類似的招式 你可以把它處理旁通 來做轉換 這種就是 我們在 我們操縫的舞學裡面 大家比較常 碰到的問題 因為 我們操縫系統 套路非常非常多 所以 每個人 學完第一套 他就想著 想到練第二套 學完第二套 又想要去練第三套 可是 你第一套 可能還被沉澱下來 你還沒去掌握 你已經練第二套了 第二套 可能 剛剛摸到一點皮毛 你又想練第三套了 所以 很多人 他就變成 學了 會被掌握 可是 破壯 這種情況 在我們 一些功力的訓練的時候 一樣 就像我的學生 有一次 他在問我 他在推一個 就是他的同伴的時候 推不出去 因為有的教練 是跟他講說 你在推的時候 你可能是 腰化放鬆 力量化進來 再推出去就可以了 他確實做了 可是他 覺得他 力量卡在這裡 我跟我那個學生講說 這個動作 其實 你之前應該就會了 因為我們之前 在練習的時候 我有跟他講過 三度小手 你的勁道要吹出去之前 你的感覺 一定不能掉 所以我們在推人的時候 我不管我 身體 浪多多少 你的前面的 意念 感覺 一定要有 如果 你可以放過的話 甚至 身體不需要浪多 你只 那一口氣 前面應該就可以出去了 跟三度小手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 那個教練跟你講說 你現在用身體 所以他反而就忘記了 他之前學的東西 他只想到 我要用身體 我們在練習 有些功力的 這種訓練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會發現 他的功力夠純 所以 我在練這個功力的時候 沒辦法想到 另外一種 練習功力的方法 我是不是可以加進去 我們在練習 應該他是一個整體的 我們講 觀念手引神 練練清氣神 我所有的動作 應該是 這些的 整體展現 所以我要推出去 我可以說 我可以用催靜 我可以用震身 我可以用捲浪 我可以用暗氣 只要我感覺了動 應該都可以 我不是說 我現在可以用暗氣 可是我在暗氣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的呼吸控制法 氣息穩定 我的身體 體無吸的條件 是不是一樣要有掌握 這些掌握了之後 我只是把暗氣的感覺變成 直線加起來 可能就是吹勁 所以我不能說 我用暗氣 我就不能用吹勁 所有的東西 應該是在你 可以達到你想要的一個結果 而不是說 我今天我練呼吸 所以我只能用呼吸的動作 當然你如果 勾勃 你可以做得出來 如果勾勃 的話 你可能多一點體無吸 你不能說 我體無吸 所以我身體拉長 這是長全的東西 其實它應該是呼吸 因為我展現了呼吸的功力 就是在這裡 我只是加上 我之前學習的東西 我如何把整體展現出來 教練講的東西 很單純就是 你到底有沒有認真去看 每一個你學過的東西 還是摸過一遍 就是說我會 你如果用那樣的心態 練的蒼蜂無數 當然是沒有用 我們就用最簡單的 前面的臉部拳 來講 教練跳一個動作 隨便跳一個動作 我們來講臉部拳 該怎麼去 比如說 我們裡面有一個套墳後 這個動作 換手邊吹 這個動作 他看起來很帥 其實他也很好用 可是 你要先知道他怎麼用 你才會把他用得出來 比如說 我們現在講最基本的結話 通常都是 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也都是這樣子 對 對 這個時候 我們大概在教室裡面 我們都是這樣講 對方抓住 然後我這邊可能還穩穩的 這樣做 然後我的動作 第一個 我手要有一個 等一下我要做 踩或是 我要回腰的動作 一 二的時候 貼過來 剛好 貼到這邊 把對方的力量帶開 如果對方站得很厚 我帶開了 我接下來就是準備擋 這個就是一個掙脫的動作 如果第一次用作可以吃一個琴拿 對 如果第一個 我就是把他帶開 對方的力量比較輕 我就是一個 但是如果他有反制 他可以稍微變硬一下 對 如果對方硬一點 我就拖開了 這是準備擋 對 如果對方反制 反應不快 我們下一招就是一個 帶開的動作 而不是放掉 我就會直接攻擊對方 會有嚴重 對 這大概是 你在課堂上教室裡 教練會跟你講 那我們常光教練都會這樣教你 這是一個等於 標準解法 對 最基本的解法 當然有 更複雜的 例如說 對方就不是抓了 對不對 或還有 就是一個 按的動作 或是我就是 準備把 我的手 這邊就是一個 黃手 對 所以這邊就是真正的問題出來 你是不是在練到這個動作 練完的時候 剛剛那個標準解法 你還不要說你有練 你可能就跟你的同伴 玩了那一堂課 你說你知道 你就走掉 所以等到下一次 你真正在路上 碰到某個狀況 對方可能只是 這樣子 結果你認住 對 因為他抓的不是這邊 對 因為你不是在這邊被抓到 好 那 假設 你想到 蹦 我學過這一招 結果你發現 卡住了 蹦 怎麼辦 結束 對不對 其實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應該都是講過 我們在動的時候 是手衍生的配合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手在動 對方抓這裡 對方要拔你 你是不是可以散 是不是就是這個動作了 這邊基本的身形 你有沒有在課堂裡面 去真正的去想過 還是只是說來 教練生的手 然後你也生的手 然後我們在練 兩個又很厲害 然後你就一直這樣一直玩 這樣你的操縱 當然 你會很害怕 你很心虛 你一定是練得很心虛 對不對 你也知道 真實狀況下 對方不會 不會只有抓你 對 對 如果真的要抓你 他可能就要打你了 他可能抓你 就是準備扯你 對 他可能已經推擠就出來了 對 不會讓你好好的 準備好 我已經站了 好 我可以做下一個動作 你有沒有 用一個真實的 邏輯的思維去想說 我這一個傳統的套路 練的身形 手法跟力量 那 如果說我們有 其實你不是說 那是不是練習練得很危險 沒有啊 有時候其實只是這樣 那如果是在這邊呢 那你能不能做出同樣的動作 其實我們可以在課堂上 我們可以做模擬 第一個 我基本上已經會 接下來 對阿倫如果貼近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都做出來 再來 第二個 如果我已經可以貼上來了 對阿手一彎 頂上來 我是不是可以壓得下來 其實這些模擬情況 我們都可以在課堂上去 想去練 當然我們不是說 就一定要打 這樣打得到 不是真的硬要打 或什麼 你要有很多的思考 比如說 我跟教練可以這樣很安全 你要說好 那人家抓不會這樣不好抓 人家可能就是這樣過來 這個事情是可以的 對 而且你要看 你還得再想說 為什麼人家會這樣抓 他難道只是要抓贏 他這個時候可能要過來 可能要推擊力 所以這個身形是不是更重要 這個身形也比你急急忙忙 那個拖掌跟邊純要來的更重要 這種動作其實 你應該是在不斷的重複訓練當中 把他當作一個本能反應 對方一抓 你就不能殺手 就變成這樣 因為你想說 抓的不是這邊 角度也不一樣 對方可能是這邊 可是身形是一樣的 對 我們的身形反應應該是 對方動作已經過來了 你看我的手其實也一直剛按動作 好 那如果再換一個狀況 我是這隻手 對不對 對 那你看有沒有差別 其實 你看到我們在做關鍵 實際上是一點差別都沒有 好 那假設說我是 應該是這個動作 一模一樣 那你看如果今天我是 這樣抓進去 也沒有用 好 那我們其實可以一直試 你要一直去想 你自己要去想 就是說你練一個傳統舞術的套戈奏 為什麼傳統舞術 或說我們常常舞術 練出來很心虛的原因 是為什麼 因為你去接觸他的方向 出現問題 如果我今天進來 教練已經被我抓到 那他能不能從這招來做 還是可以 一樣可以 好 你看這邊也應該 好 假設我們在假設這個動作 好 那我脖子很粗 身體很良好 這一下撐住了 其實一樣 反手之一模一樣 對 這個動作其實在我們套路裡 不要說套路 很多的摔跤裡面都一樣 對 你看 所以你看 這一個動作 一個突然套緩 邊垂 通常你邊垂不用出來 大部分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一個 我們不要想說 你不要老是想著說 我要跟什麼什麼 門派什麼什麼 流派去對答 你不要去想這種事情 你想的是 基本的危險 有人要抓我 有人要推我 我是可以把它運用出來 先想這個最 老老實實 先想我們最扎實的這種狀況 然後把每個套路 每個動作 都能夠做到這種反應 這樣才是我們套路 學習的一個目的 因為我們所有的套路 其實都是千人的智慧累積 他為什麼會把這個動作放在這裡 一定有他的用力 可是通常我們都只想到說 我這個動作我會了 我下一個動作幫我開始練習 可是沒有想到說 這個動作 他是不是有 有更生程式的一些應用變化 這是我們現在在練習 傳統書的時候 可能比較切換的 其實我們還是 我們再回到教練最後 你看到教練 光用前面這兩個 這邊一個可以摔 好 摔不了 反過頭來 又可以摔 假設我這邊反應還很快 我還能夠扛得住 這一拳還沒出來 所以光是這麼看起來 簡簡單簡單 你可能已經練這套拳練了十年了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 這樣看這個動作 這是你的工作 這是你的工作